大家我就读今天继续给大家解决了疯狂乖伊弗兰第十八经 想看漫画的同名公众二号曲 这天就在小弗兰研究所不远处的树林里 一阵枪响声下飞了树上的麻雀 而这枪口正对着的就是小弗兰的妹妹妮卡 没想到真枪实弹都上不到斑驳式打造出来的防身武器 枪响过后妮卡毫发无伤 这些人是来袭击研究所的 见到这种状况一时间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结果就在他们犹豫的片刻时间里 妮卡瞬间移动到他们身后 身上的白刀利刃刺入喉咙 这些人还没等叫出声来 就已经和这个世界说拜拜了 树林里远远望去 妮卡战斗的地方不时发生一次次爆炸 而就在不远处还有袭击研究所的后继部队 他们也没想到刚刚派出的打探小组会这么的不堪一击 而这些人的老大就是曾经帮金融界女富豪 割掉小弗兰喉咙的冷血杀手 龟头正熊 当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那个手在小弗兰身边的小矮个子 会有如此强悍的战斗力 妮卡收拾完那些人回到研究所里 小弗兰好像还被蒙在鼓里 不知道有恶人正在蓄意袭击的事情 实是好奇 为什么最近的妮卡经常一出去就是万天 这段时间他就去了哪里 而妮卡也故意没有告诉天真的姐姐 只是说自己出去散步了 那既然这样 小弗兰还是一无所知的按照自己的节奏 歪出救人 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存在 妮卡也只能提高警惕保护研究所的周全 这天小弗兰刚走后不久 一个身影出现在了研究所外面的树林 走进了才看清正是那个冷血杀手 龟头正雄 结果手里的烟还没来得一抽完 就被妮卡瞬间劈成两节 这龟头正雄的名字真不是白给的 但让妮卡没想到的是 这个正雄竟然没死 反而哈哈大笑着用手抓住了妮卡的手腕 这 这怎么可能 你 你是怎么做到不死的 正雄虽然被劈腾了两半 但丝毫不耽误他说话嘲讽 原来他是请小弗兰给自己做了手术 给自己制造了能够无限增值的身体 没想到这种死不了的感觉 如此美妙 妮卡见到此景 刚要用出毒素阻止他再生 没想到又被他抓住了另外一只手腕 这左右双手双双被抓的妮卡 本以为已经没了招数 没想到最后却从嘴里吐出了 呼噜巴的三昧真火 把龟头正雄烧了个鸡飞蛋打 痛苦嚎叫着 就跑回了树林 经此一战 妮卡的手腕也受了一点伤 结果过了没几天 小弗兰还是同样的出门就医 龟头正雄又在同一时间 出现在了研究所外 没想到这家伙能这么短时间恢复 不知道这次 他又让小弗兰帮自己改造了哪里 妮卡不管三千二十八地 闪现在正雄身边 又用同样的招数 割断了他的脑袋 没想到这次却瞬间恢复了 而且就在妮卡还没站稳的时候 龟头正雄手上伸出触手 朝妮卡而来 妮卡用出熏悟空的金箍棒 打断了这些不堪一击的触手 然后把他一脚踢飞 跌进了山谷 从那天以后 正雄好久没再出现 妮卡也整日心不在焉 心想他不会这么轻易死掉 不知道又在打着什么算盘 小弗兰和猫哥 明显感觉最近妮卡有些古怪 但不管怎么问妮卡 都不说出自己心里在想什么 就这样过了不知道多少天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山林里的一厨房门前的鸟叫声 吵响了正雄 刚坐起来 外面走过来一个好看的姑娘 还没得正雄发问 姑娘说 那天是她在山谷里 发现了全身是伤的正雄 当时看起来 已经活不了几个时辰了 没想到这么快就恢复了 女孩温柔的声音 让龟头正雄没了脾气 抚平了她内心的狂躁 与不安 她看着女孩采茶 帮女孩摘花 女孩说 这个村子以前住了很多人 结果人们陆续离开了这里 所以现在只有自己 还留在村里 种豆采茶 自给自足 还说如果正雄不介意的话 可以长期住在这里 反正平时也是自己一个人 就这样正雄留了下来 每天帮女孩摘花 和女孩吃饭 帮女孩采茶 和女孩生娃 这无忧无虑的日子 惬意极了 但另外一边的妮卡 却着急坏了 这个龟孙 到底跑去哪了 为什么还不来袭击 这葫芦里 到底卖着什么药 那既然她不来的话 我就去找她吧 你看这感觉像不像是 妮卡正在和陌生男子 谈恋爱 这个大猪蹄子 怎么还不来 最后妮卡在森林里 找到了正雄 也看到了她身边的女孩 所以打算 找个时机灭了正雄 让她不要在这里 祸害女孩 但还没等登手 却听到了两个人的对话 女孩已经怀有身孕 没想到这龟头正雄 除了打不过妮卡 其他方面 还是挺糊的 就在当天晚上 妮卡准备动手 趁着他们睡着的时候 妮卡悄悄 前进了他们的卧室 结果看到龟头正雄 和这个女人 睡梦震撼的样子 妮卡第一次手软了 她放过了正雄的性命 转身打算回研究所 心想这样 这个男人也算长家了 应该也就不会 在袭击研究所了 结果刚刚走出 女孩的宅院 身后几辆豪车 停在了院子面前 身后的院子 瞬间燃起大火 正雄也被他们活活倾注 这些人正是正雄以前的同伙 他们不能接受正雄的叛变 所以打算威胁正雄归队 妮卡见状直接冲了过来 结果刚刚杀掉两个守卫 远处的恶人 就把枪举在了女孩的头顶 让她赶紧停下来 不然就崩了这个女孩 刺客的女孩可是有孕在身 所以妮卡只能先行停手 就在所有人僵持在原地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的时候 没想到身后的女孩 从嘴里 眼睛里 鼻孔里 瞬间伸出无数触角 这些人还没看清什么状况 就已经被触手 团团围住 妮卡也趁机消灭了他们 贵寿正雄 却第一次见到老婆的真面目 吃惊的喊了一声 妖怪啊 就从这句话 不知道要跪几个月的搓衣板 事后小弗兰告诉妮卡 那个女孩其实是从研究所离开的 她也是博士发明出来的武器 当时她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独立生活 却能与龟头正雄结合 这样的话 怪物也终于算是可以自由恋爱 自由养育后代 研究所的兵器也就算是有了存在的意义 路上小弗兰看着妮卡心不在焉的样子 感觉妮卡对正雄军有点意思 打趣的说 要给她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正雄 惹了妮卡一脸嫌弃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嘟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